世间的起起伏伏,其实是由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,这手就叫天道,天道就是宇宙法则,它犹如一张天罗帝王,控制着社会的轮回。 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除狗,在天道面前,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值一提,人生俘获得失,皆因为被获顺应天道而起,那些利于不败之地的人,往往都是掌握了天道和规律的人。 先来看几个简单的定律,吸引宝则,现实是内心的投射,心念总是能吸引和它一致的现实,控制心念,就能控制命运。 三,理它定律,是适处处为他人着想,为别人造福,最后最受益的人,就是自己。 四,失受定律,宇宙是一个悬崖无比的运算程序,你给予出去的任何东西,最后都会以各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。 五,在乎定律,你越在乎的东西越容易失去,越不在乎的东西,越容易自己过来找你,再来看几个深刻的规律。 强弱转化,强者和弱者一直在互相转化,没有永远的强者,也没有永远的弱者,富不过三大,也成不过三大。 四,同情法则,大家永远都会同情弱者,只要你是弱者,哪怕不在义,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。 同样,大家永远都会极度强者,无论你多么牛X,多么有理,如果不懂的是弱,就会成为按夫所指。 二,弱者上位,所有的弱者都不认命,都拼命的往上爬,弱者要拉每一个强者下马。 然而可怕的是,有些弱者一旦上位,手段甚至会更狠,甚至去变本加厉的压迫其他弱者,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 三,利益拆分,无论各行各业,都有一套内在的利益机制,在掌握着人的各种行为,有些事只可做而不可说。 有些事只只可说而不可做,要想看透每个人的行为,必须要用利益分析法。 每预见一件事,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,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推导每个人的行为,千万不要被别人满口的人一道德所迷惑。 四,高调倒则,越成功的人越需要慎言慎行,如履薄冰,越弱小的人越可以但大望来野蛮生长。 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,年轻时做事卫生委委,最终一无所成,成功时却胆大望外,最后终于栽党。 五,圈层原则,人永远只会相信亲人,关键位置都会留给亲人,不是本家族的人往往经不了核心圈层,所以很多公司最后往往都会做成家族企业。 四,圈子比努力重要,血缘比圈子重要。 六,做人没本。 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,无论你事情做得多么成功,如果不懂做人的道理,照样会一败涂地,你十次做事上的成功,也无法掩盖一次做人的失败。 把事做好的同时,还要求你能搞定人,同时又不被人搞,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 七,舍小取大,人要想取得成功,最厉害的本领不是依靠能力多强,而是如何通过牺牲小利益而收获大价值,懂得舍小而取大。 这是做人的大道,愿胜过做事的技巧。 八,贪婪必败,无论你多么有能力,如果你想独占一切,不留于地给别人,那么你的一切就会被清空。 如果你有功却什么都不想要,最后什么都是你的。 九,聪明技巧,如果聪明的人也选择走捷径,一定会遭到天谴。 十,财华既不傲,越有财华的侠客,越需要深入群众,越不能傲慢,如果是财傲物脱离大众,一定会从困潦倒,孤独终老。 十一,平庸积累,世间的普通人,败就败在一个篮子上。 十二,算计原则,人,最怕的不是有对手,而是遭人嫉妒,千万不要在别人失忆的时候,炫耀你的得意。 十三,斗争原则,打倒对手最狠的方式,比开事情对错本身,直接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,从人品的角度全面否定这个人,这样他所有的眼形都没有贡献力了,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,这个招数被无数人掌控,包括小人,历史教训有很多,我们务必小心。 十四,孤独原则,一个人的位置越高,惦记和算计你的人就越多,你越出众,诋毁你的人也就越多,目秀于林,封闭随之。 十四,再看看一经中遗憾的那些天机,以自我为忠心,必将自副手脚,等我自卑过分强调,就会变成诅咒。 二,在意别人眼光者,流失自我,内心强大的人,才能活出自己。 三,是预生者,天机且,过于贪婪和欲望太深的人,其判断力洞察力敏锐度必将下降。 四,善战者,利于不败之地而战,君子不利于微强之下。 五,缺乏自治力的人,百无一成,自由的本质上自律。 有所为,有所不为,六,不能超越自己,便无法超越别人,人生最大敌人是自己,能改变自己的人,定能改变一切。 七,送花者周围满是鲜花,种赐者身边满是荆棘,善待他人,最终有利于自己。 欲人为恶,会献自己满劫不复的境地。 发人生在于劫力,而不是用力,当你参透时间达到之后,自然就会顺势而为。 九,被失败击败,才是真正的失败,真正的成功者,是那些历经失败而不倒的人。 神,成功在于智慧,不是胆大,更不是辛苦,比拼胆大的时代过去了,比拼努力的时代也过去了。 未来依靠的是知识和智慧,是一座大事不可知晓节,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,忽略次要矛盾。 十二,决胜利器,不可是人,决战之前,不要轻易拔剑。 十三,善战者,必求之于是,没有个人的成功,只有时代和大事的成功。 十四物极必反,盛极必摔,脾极太蓝,致指,能及时知道收手的人,才是真正的牛人。 十五,不他者,发肥王,那些什么都不想要的人,最后什么都是他的。 世间虽然风云莫测,人心也变化无常,但只要铭记以上大道,我们就可如鱼得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